陕西西安惊险秦始皇女儿墓 墓中被人发现时竟出现不堪的一幕 不仅零万无章还在墓主人身边发现一件特殊异物 看见怪异的古墓 专家更是愤怒的骂道 这笔畜生还很毒简直就不配做人 那么墓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当专家打开秦始皇女儿墓碑时 却表现得十分惊讶 里面的惨烈程度令人炸舌 让世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墓主人的身份 竟然会是秦始皇的公主 要知道棺果中墓主人的尸骨凌乱交织 大部分的躯体和四肢相隔较远 甚至头骨和躯干也不在一处 更令人不解的是公主的头骨上有断裂的箭头 从尸骨的情况来看 这位公主一定不是正常死亡 而是另有原因 如果说这位秦始皇的公主是被意外身亡的 但棺木中的陪葬品却是琳琅满目 金银铜铁器具是应有尽有 就连纺织不匹都有两百多余件 那么这位公主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悲剧故事 我们不妨一看究竟听到公主 男孩里面基本上都是一副奢华风 不说太平公主这种权倾朝野的存在 就是一般的公主 也基本上是皇家掌上明珠的存在 但是在这批特殊的群体里面 虽然大概率是锦衣玉食 但是也不乏翻车的存在 其中最倒霉就有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女儿盈盈曼就能排得上号了 按照一般的历史剧本来看 父亲是千古一帝 哥哥又是扶苏这种千千君子 盈盈曼当他的富贵之花肯定毫无悬念 但是运气比较差的是 自己贵为千古一帝的父亲 在外出巡游的时候就死在了外地 于是乎一场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沙丘密谋而生 作为始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三个人 赵高 胡亥 李斯便开始假传圣旨 逼死了在外带兵的扶苏和蒙田等人 随着对于自己威胁最大的扶苏的死亡 胡亥继续在杜献杀死了自己的六位兄弟 杜献是白起自杀的地方 而胡亥选择在这个地方大开杀戒 自然也有政治因素的参与和考量 但是一次性杀掉如此多数量的兄弟 也足以彰显胡亥的残暴 最终那个残暴的胡亥 就成为了历史上的秦二世 也正是因为胡亥的胡作非为 虽然在外有张寒带领的部队 取得了一定打压反秦诸侯的胜利 因为判断失误 最终秦国的军事行动失败 那位昏庸无道的皇帝 胡亥也被赵高送上了天 在还是皇帝的时候 除了继续大兴土木 浪费民力之外 胡亥做的最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 也就是秦始皇的其他子女了 除了大名鼎鼎的扶苏和胡亥之外 秦始皇的子女在历史上名气不大 而盈英曼就是其中一位 按照某些历史书的记载 秦始皇一共有十二个儿子 十几个女儿 当下的最新考证是秦始皇 一共有三十三个子女 对于盈英曼来说 因为年代久远以及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的动乱 其本人的资料还是很少的 在盈英曼去世之前 胡亥已经解决掉了最大的心腹大患扶苏 这让他得意了好一阵子 但是面对秦始皇其余的子女 胡亥还是不放心 于是胡亥对赵高表示 接下来的公子怎么办呢 在赵高听来 自己已经获得了一把杀人的上方宝剑 那就等待时机成熟而已 时间来到1976年的十月份 当时秦陵东侧的郊村 考古队发现了一组陪葬牧群 在清点完数量之后 相关的考古人员发现 已共有十七座 这种规模和数量 在考古发现上是十分重大的 因此相关的考古队员 立马赶到了现场 进行相关的考古和发掘工作 这次的考古发掘 考古队一共发现了八座墓葬 其中的七座墓葬里面 各有一具人骨和一具棺材 一共五男两女 而在这些遗骸里面 专家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因为这些尸骨完全不是正常下葬的 更像是随随便便丢进去的 尸骨的本身躯体和四肢就完全分离 每个死者的死法似乎还不一样 也有不少的尸骨直接头骨分离 甚至在头骨上面还有箭头这种利器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 原本专家认为这是一个殉葬坑 但让人不紧的是里面还发掘出一批贵重的随葬品 从金银器到陶土罐子 简直说得上一应俱全 这些物件也充分的说明 这土坑里面并不是藏奴隶的 而根据相关的资料和地理位置来看 这个墓葬结合墓主人的死法 有可能是秦始皇女儿的墓葬 很快相关的想法 就在进一步的讨古研究中发现了成果 因为在发掘的过程中 豪古队们发现了三枚印章 一枚印章上面写着杨姿 一枚荣禄 还有一枚写着阴曼 通过这几个字眼判断 豪古队认为 这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几个子女的名字 可以相信的是 在胡亥和赵高铲除异己的行动中 如今的咸阳以东地区 秦始皇的十个女儿就惨遭胡亥的屠刀 而直观的看迎阴曼的尸体 可以看得出 这位公主的尸骨 被胡乱的堆放在一块 显得十分支离破碎 从这个不正常的尸骨摆放的情况来看 死者生前应该是被肢解过的 如果说 胡亥对于自己兄弟的屠杀 还能认为是胡亥对于权力的迷恋 以及对于自己兄弟的不信任之外 但是对于这些没有威胁力度的姐妹而言 胡亥依旧大开杀计 可以看得出 胡亥的心理和行为是十分心狠手辣的 也是一个真正的暴君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秦始皇的子女在胡亥称帝之后 基本上就被胡亥屠戮殆尽 这也导致了秦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内部动荡 之前胡亥的行为 只是在历史书上有过相关的记载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而这一次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工作 相关的尸首的出土 也是进一步佐证了历史资料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 秦始皇在世的时候 为自己的帝国考量到了万事以后的发展轨迹 但是千算万算也没算到 在沙丘被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给摆了一道 除了强大的秦帝国瞬间崩塌之外 自己的三十多个子女居然无疑善终 那么这就是秦始皇膝下儿女们的悲惨故事 你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秦国将成为什么样子呢